我告诉你 晓鸣啊 今天不管是我搬回去 还是把我爸接过来 这事儿必须得定下来了 赶紧跟你妈说去快吧 快去 快去 赶紧 赶紧 我干你以后一大早 不准拿我脚心啊 给你拼命 谁叫你不起呢 行行 快去 等我等我着 想好怎么说没有 一次就得成 必须把你妈拿下啊 来 来 来 怎么这么到起来了 每回一到礼拜六 你们俩都睡到中午十二点 我可没给你们准备早餐 给你弄片面包吃 不不不不 不饿啊 我就睡不着了 跟您聊聊天 我呀 就羡慕你们这年轻人 能睡懒觉 真的 我告诉你啊 我就是夜里三点钟睡的 我第二天早上七点半夜得睁眼 跟闹钟似的 别提多准了 我帮您摘摘菜 头尾一掐就行了 好 来 怎么回事啊 怎么把给摘了 快快带上 太热了 带他干啥在家里头 带他干啥在家里头 把这带上 快点 太热了 不带 待会儿他们一进门 一看您这样 那不就露馅了吗 你这么早他能来吗 那您也得带上您也得练练呢 您既然装了您就得装像点 是不是 肯定像 你放心吧 我年纪的时候在矿上 演过革命现代经剧沙街帮 我在里头扮演过伤病员 这怎么装瘸啊 我有经验 没事 您在台上那才多会儿啊 您这得美识美 一天二十四小时您都得装着 台上十分钟人台下十年工的 您不得练练哪 您得装了就得装像点啊 别磨叽了不带 不带 您要是不想让小亮回来住 您就甭带 从现在开始 我就一句话都不说 我不提醒您 请吧 我现在真是后悔了 听你这搜主意啊 这大夏天的 我们这玩意太难受了 这玩意能不能好使 还不一定呢 您等小亮真回来住了 您就不说我这是搜主意了 妈 那你觉得 你最近这么清闲啊 是不是那琪琪把您给辞了 辞我的感 他离了我谁管他呀 他呀 上嘎那参加电影节去了 去嘎那了 那他不带您去 太不够意思了 我不爱去 干吗去呀 我告诉你啊 上法国人家说光飞机坐九个多钟头 到那儿还有时差 满那眼都是外国人 谁受得了我一句也听不懂 我干吗去竟给人添乱 那倒也是 回头还得再给您单请个翻译 谁请 谁给我请谁管我呀 您以后也想去哪儿啊 我带您去呀 对吧 以后想去海边城市 那世界各大海边城市 全带您去 那要是想去冒险的话 我就带您去撒哈拉 那个大沙漠 非洲 是吧 想去购物 咱们就去香港 去迪拜 住那清洁酒店金碧辉煌 怎么了今儿 一个劲给我拍马屁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求我呀你 没事 跟你聊聊呗 就 就这么点小事 喂 小亮 你什么时候搬回来住啊 那个 大姐你别着急 我现在正在外面办事呢 我现在有事 办事啊 那你快点办 我下午我也得出去办事呢 明天我就出差了 你可不能把爸一人了家不管 是是是 我知道我知道 我现在办事呢 等我吃完中午饭就过去 好吧 行 那你下午吃完饭 早点回来啊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我行 我想挂了 我这有事呢 好 哎 怎么样 搞定 主意不错吧 小亮他们下午就过来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啊 不是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拆掉啊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伤心动骨一百天 您就绑着吧 一百天 那这腿不都捆烂了 我告诉你啊 你绝对不许再回他们家 你听见没有 这可是原则 您担什么心呢 我可能再回去吗 我刚从狼窝逃出来 再说了 在您身边多舒服呀 有吃有喝伺候着 是吧 人家都说嘛 是吧 母亲的身边 就是儿女的避风港湾 您就是我的避风塘 还茄盒呢 我说你避风塘茄盒 不是这样嘛 那个 昨天您不是 同意小亮搬回去住吗 我就爸想了一晚上 我觉得这样不是特别好 你想啊 这尽量搬回去了 那他爸肯定得 把他留在身边呀 他要想再回来 就没那么容易了 他要是不能回来的话 你看我们小两口 也不能长期分居 那他爸肯定千万百计地 让我再搬回去 那我不是左右为难吗 我又不能跟自己老公公说 我不回去 是吧 不是 那你什么意思 不是 那你什么意思 我就想了一个两拳的办法 可以不让金亮奔过去 可以不让金亮奔过去 什么办法 把他爸奔过来 怎么了这是 你是忘死我了 不是 你在这儿干嘛呀 我在这儿停着 你的办天也没动静 行不行啊 有心没心 有心没心 哪会有心的准备啊 小亮 妈 坐下 用不着跟士兵见了长官似的 坐坐坐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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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你爸 对于你爸要搬到我这儿来住 你是什么意见呢 你是什么意见呢 我没意见 我 我同意 我 我同意 我 我双 双手赞成 你当然同意了 你当然同意了 行了 把手放下吧 我不用跟投降似的 去 我发现你这孩子表面上看吧 挺老实 挺憨厚 心里头那小九九 那点小蒜盆 那鹤家伙耍的 当你妈一点都不了解呢 妈 走 干嘛 我跟你说了 那是我的主意 你的主意不就是他的主意吗 他的主意不是你的主意呀 你们俩现在不是一个主意呀 就是一个主意 一块对付你妈 那我不是舍不得 我们家亮搬出去吗 是 再说 他爸也不是没住过咱们家 再过来住一室又怎么呢 是个伴儿 用着您管 我们照顾 对 你们怎么照顾啊 不上班啊你们俩 每天请假呀 你们俩不得大早上就走 晚上天黑才回来呀 把他扔给谁呀 不就扔给我了吗 是 妈说的确实是有道理 我爸是特别不想给您添麻烦 真的吗 但小米非得把这事说 要跟您商量商量 才就离不开我 本来是想跟您商量商量 那不是 刚知道您最近那么清闲嘛 也不用上班 是不是 对 也不用做什么太多的事 去一天一日三顿饭 天双筷子的事 两顿都行 你说我们要是 分开了他搬过去 还得我们俩轮流请假去照顾 这要是路上来回遮热 折腾来回跑来跑去 不得累死 我说您可怜可怜 我们俩行不行 行不行 还废油 哎呀 行了 行了 你们就会来这套 就知道你妈心软 就拿你妈当软柿子这么捏 是不是 谁说您是软柿子呀 谁能说我妈是软柿子 谁说的 我妈那就是聪明善良又贤惠 还美丽 对 要能那么多老头都喜欢吗 谁呀谁 那么多老头喜欢呢 不 estudiar 不 multiplication 喜欢我妈都帅 touring 对对对 都像吴伯伯那么帅 对对对 吴伯伯 行了 你们再跟我这么斗 我告诉你啊 我一句话 我再给收回来 不不说 我妈就善良 对 美丽 行吧 那就这么定吧 也没别的招 但是我告诉你妈 就你妈那臭脾气 我可伺候不了 我也不打算伺候 我没别的 我就能保证他不被饿死 我一天管他三顿饭 别的我可不管 听见没有 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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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玛丹呢 女首长 女长官 上个厕所 好嘞 你 怎么谢谢我啊